三個中產黨 今天你說要講威爾台26條 有什麼值得講呢? 香港比較少人講的 其實應該講多一點 尤其是香港年輕人 這麼想想移民台灣 台灣的形勢 其實這件事在台灣炒得很熱 他們很重視 所以我就想請教大師 特別在威爾台26條的措施 有一半13條是商界的 即是跟企業說 你可以來到我們大陸做生意 某些行業裡面會有同等待遇 另外13條是民間的 即是市民去到台灣的同胞 他們叫他們做 即是會有什麼好處 一堆13條裡面有不同的行業 我寫了一篇文章 總結了有幾幾幾 他提過什麼行業 譬如說是一些高科技的東西 有提到5G 有提到航空業 主題公園 一些環保的循環經濟之類 那些我都覺得對於我來說 都不是很值得留意的東西 反而我值得留意的 就是他第六條裡面 就是跟金融有關的 我先讀出來 支持符合條件的台灣金融機構和企業 在台資企業集中地區發起或參與 設立小額貸款公司 台資、融資、租貸公司和融資擔保公司等 新型金融組織 即是說台資可以在大陸開財 到融資借錢給人的一些生意 台灣的反應 剛剛出來之後 我見到就是 包括陸會都出來說 這些是我們不恨的 這些都是不好的東西 要很小心去不受你的誘惑 但是我想討論的就是 是不是剛好他這麼多行業裡面 我覺得是金融業 是真的有他吸引的地方 因為我自己 內地的朋友跟我分享的經驗 其實都是在這個之前的 他經常跟我說 大陸你什麼好生意好做呢 他說放數最好做 他就說 但是他之前跟我提過 他說真的好做 如果真的要做我都做 為什麼 他就說 其實現在內地幾年前開始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放寬了 比如說高利太可以放到多少呢 他說之前一直都是去到24厘 一年年式是24厘 幾年前放寬了 有個法院出了一個說明 就說去到36厘都可以 就是他有個24厘到36厘 其實36厘都不是很高的 香港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是去到40厘 60厘 即是先叫做以上不行 但是因為是compound interest 所以實際上 那些人都不會去到 5年 其實都是4點多一個月 這樣安全 那即是變成是 內地一來幾個角度的 一來我聽我的行家 經濟學者 分析就從來都說 中國高增長高儲蓄 加起來好像很奇怪的樣子 其中一個很大的原因 去迫過去幾十年的高增長 就是因為他的資本市場 是很不完善 於是其實是 這個大家都知道 你國企借錢的話 就和一些陡落銀行 國營銀行借就會容易很多 你民營那些 很難不是這麼容易借錢的 那你也很多 就是靠他自己儲到的錢 投資賺回來的錢 再自己滾上去 所以其實金融市場 如果可以開放的話 真的很多生意可以做的 那你覺得 我想問到你就是 其實是這一方面來做生意的話 是不是真的 台商是否真的會覺得 這件事值得做的 那我講一講一個狀況 即是 那些人經常都說台灣 其實台灣和大陸很接近 台灣和大陸的情況是接近的 即是這麼多年前 幾十年前都行 台灣和大陸的接近情況是 接近香港和大陸的 是多的 他絕對是香港的 即是如果你在台灣的時候 你看 哇 這麼多大陸片 這麼多東西 即是台灣人對於大陸的明星 大陸的政治 大陸的經濟 是屬於香港很多的 他在電視上經常都做過那些節目 即是那些 我都不知道那個是誰 那些人是誰 那些人當作什麼宣傳 即是 所以他其實很接近 事實上台灣有很多人 是去了大陸做事 那個人佔人口比例 去大陸住的人口比例 高於香港大陸住的人口比例 即是很離好 香港這麼近 還要回歸了 但台灣有 應該是如果沒有記錯 是有兩百多萬人以上 我講的例子是支持你講法的 我做廠的朋友跟我說 我們香港人去做廠 只有一支工上去 所以他們有很大機會包吻拉 但台灣人去台商去大陸做廠的話 會帶給老婆去的 一來帶給老婆去 就省了一個人 幫他看了一盤數 做秘書 很容易會投入 在那裡生活住沒有問題 這個事情是對的 但這幾年 因為大陸的狀況是不太好 所以很多台灣人 有些人回到台灣 但回到台灣又是沒有辦法 即是很慘 即是大陸也很慘 那些廠商也很慘 那些人都不知怎麼搞 正如我經常都說 現在的錢周圍 大家都知道 所有錢人都不知怎樣 這裏就怕你沒收過 那裏就怕水高 這裏就怕你什麼 大家都不知怎樣 所以他那堆錢 其實有必要吸一堆台灣錢 回來大陸 如果不是的話 他的經濟平衡不太好 而你搞來搞去廠 那些不夠得行的話 你唯一再能夠吸引到 再回來的話 就是開放金融 而開放金融 在現在的新體系之下 其實大陸不只是對台灣開放金融 是對全地球都在開放金融 問題是開放到什麼地步 所以都不算什麼特別的優惠 或者怎樣 是整個大環境 大一個政策的一部分 是很正常的現象 但究竟能否能夠吸引到 我想多多少少大家都想去賺大學錢 因為台灣實在太沒機會 因為台灣的金融是封閉的 雖然大陸也是封閉的 但台商始終也有些優惠 台灣也是外匯管制有什麼 大家如果走了出去的錢 你要他走回來的話 他們都覺得很不舒服 不知道你記不記得 幾年前炒得很熱的台灣 就是反服務 反服務 如果大家有印象 金融業就是服務行業 當年反服務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其中金融也是其中一件事 當年反服務 大家是兩邊 包括大陸的金融機構 最主要當時太陽花運動 都是覺得市場對回內地開放 侵蝕本土的工業 所以才有這麼多人出來反服 現在兩件事是有相關的地方 當我看金融服務的時候 現在就說不算了 我不來你那裏住了 你來我那裏住 即是一半 我看到坊間對這個條款的反對 其實根本不是益台灣 是要拯救你中國的經濟 但跟當年反服務完全不同 因為當年反服務就覺得你是門戶大開 就是賣台 你就引入大陸之間 將台灣染紅 即那個性質應該是不同了 但我會這樣看 尤其台灣朋友跟我談的時候 會覺得 即是香港的 譬如我今天看到的 現在它就是 內地的說法就是 衛台 即是優惠它 台灣的說法就是誘台 即是引誘我們 但是有什麼問題呢 或者有什麼值得可以在香港借鏡呢 譬如我們今天看香港的情況 地產商或者其他行業 即都是你越看大陸 投資越多的企業 它就越不敢出聲 因為始終投資在那裏 你忽然間我說了些什麼 你不合聽的話 即是蔡明演那些 你就可以封殺我 或者是 即是蔡明先生我們是國泰 他一句說你什麼不安全的話 你就不用飛了 即是如果是台灣企業 如果它是大陸很多生意的時候 如果它做些什麼 或者即是你不聽我說的話 我就令到你突然間做到生意 或者難度高了的時候 即是會不會有這個 即是台灣人 我覺得他們 部份人都會反 即是那個勒索的邏輯 因為我一定要有人質在這裏 才勒索到你 那你現在的人質打算走 那我就要想些方法留住你的人質 或者換他人質 譬如我台灣 我上邊大陸跟我說台商走的 它主要是製造業 因為中美貿易戰 中美貿易戰 一來它加關稅很不喜歡 二來其實跟中美貿易戰 沒有直接關係 是它因為過去人工 內地的人工 事實上升得很多 於是成本是高的 再加上少人提及的 就是阿閘真的很嚴厲地 執行環保法 所以幾樣東西加上 造廠的成本是很高的 所以剩下不走的那些廠 主要都是適合內地市場 其實服務業 也是相似這件事的 服務業 就是放多些下去 它那些就要走 沒辦法了 它想更換一些 多些投資的時候 那你就會吸引一些 適合內地市場的外資 這個就是你不在那裏 落地做就做不到的 就不是說是 在那裏做也可以 去越南做也可以 去越南做也可以 你一定要服務大陸市場 你就要去大陸 尤其是服務的話 更加不是說 你可以就這樣 一件貨寄進去 所以這件事 其實是吸引的 我覺得尤其是 他給他的條件是好的時候 但是我想 台灣人都反應這麼大 可能有一個原因 就是覺得 就算不是說 好像之前反覆暴那樣 我怕你大陸的紅色資本 來到我台灣 但是如果我們台灣的資金 去了大陸的時候 一來就對應回 那段時間 為什麼台灣經濟發展得不好 就是因為製造業 很多都搬去大陸 那如果你這些錢 都是搬去台灣的 這些做生意的人才 製造業和金融業是兩件事 製造業是有工作崗位的 你搬去大陸 那些工作崗位搬去大陸 但是金融業有很多事情 都可以搖去做 你就算搬去大陸 都可以在台灣 所以這方面 沒有緊張 但是會不會 但是你要明白一件事 金融負貿業最大的問題 就是資金流動性會很高 我今天可以放很多錢 明天可以剩下一個殼 那些錢搬走 如果你在大陸一直都有一個概念 就是我不可以讓錢走 那些投資者 就要擔心一下 我的錢進去你 我會否走出去 我會否走出去 我會走不出去 那便是請君入我 即是你現在把我的錢 全部幫我在大陸鎖上 我會走不掉 這也是一個顧忌 我會這樣說 你的錢走去外匯 走過去 肯定黎巴龍走不掉 但是問題 其實如果你做一個很大盤生意 其實我不介意走不掉 我不介意走不掉 我現在拿著一千億 我準備在全世界去投放 我台灣的總部 可能只是一半 或者只是四成 而且我全世界都一定 我不能在大陸 沒有的 如果你拿著一千億 你多多少少 你都會拿些人民幣 即是就算Bill Gates 都在大陸買了 都在大陸買了 都在大陸買了幾千億 都買了些東西 多多少少買些東西 即是他不介意 在大陸買些錢 或者必須要在大陸買些錢 一定會買得多 即是你整個部分的其他分別 但我不知道 我記得幾年前 曾經說過一件事 就是你中國政府 對台商開始拿正一點 所謂對台優惠 全部都要削減 將它等同於外資 你現在說 那個衛台31條 其實是否只不過是把之前的優惠 又推翻出來 那些金融又不是 金融是絕對新的 我覺得它對台灣這件事 是整個大企 即是一盤大棋的一部分 即是它又要錢又要回來 始終我覺得 這個地球 你永遠會面臨一個矛盾 就算香港 台灣 甚至中國 也會面臨一個矛盾 就是一個大磁石 你抗拒 你肯定沒有人走 但你接受它 你肯定會讓它搞 這個問題不只是香港或台灣發生 其實中國對美國也是這樣 你對美國 你抗拒它 哇大佬搞都是頭暈身利 你接受它 然後它又搞都是頭暈身利 其實每一個國家 每一個地方 由於一個全球化的狀況 你都會有一個相同的問題 就是你都不知道接受它好 還是不接受它好 即不是我們面對的問題 其實全世界都面對 就算你英國也會面對 日本也會面對的問題 你全球化了 你仍然是那群大的人有錢 但你不創區全球化 你可能會更壞 那你選擇哪一種呢 即是Henry經常講的 比喻就是 你選擇那個 有市味的糖 還是有糖味的市 一個比喻 即是永遠都是 大家都有一個問題 好 這就到這裏